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要來PK 親子料理的兩位來賓 首先來歡迎的是非常會唱歌 擁有一副好歌喉的林茵未 歡迎 嗨 儀佩姐好 哈囉…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 他非常會種菜 而且他又很時尚 可以說是時尚的農夫 可以歡迎林國基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當然我們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吳毅榮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要問一下 我覺得今天這個PK料理 我看了各位的資料之後 我發現這是一場不公平的戰爭 為什麼… 林國基老師自己會種菜又會煮菜 然後PK的是一位小妹妹 這位小妹妹 妳說說看妳最拿手的料理是什麼 其實我最厲害的是泡麵 好厲害喔 泡麵 泡麵料理 因為現在的人都工作很忙 所以就是泡麵是最快的東西 但是大家有時間的話 會找那種創意料理來做 創意料理 比如說義式烘蛋 或是西班牙燉飯 這好像滿普通的喔 不會耶 但最近有做一個還滿酷的是 一顆洋蔥 一顆洋蔥 然後裡面夾起司 對 然後外面有一層Doritos 妳有沒有看一下 我們的吳博士的臉看一下 不是 有點怪怪的 兩區跟抽筋一樣 對 因為它加的東西都是 在妳的健康營養學的觀念裡 應該都是 都是元太 元太食物 都是一些小朋友食物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會把Doritos放在菜裡面 就還滿好玩的 多利多汁跟菜配菜系OK嗎 然後再加一點蛋 然後就烤 所以妳最拿手的料理是泡麵料理 妳的泡麵都加一些 什麼東西在裡面呢 我以前會加一些青菜啊 海鮮啊 然後還是會加起司 起司 所以妳就是小朋友的口味 那妳知道妳今天要來PK的對象 是很會種菜的時尚大師 林國基老師嗎 我知道 所以我特地研究了一個東西 妳有特地研究的東西 要來幹掉它對不對 也不能夠幹掉 配在一起吃好吃啦 配在一起吃好吃 不過要問一下國基老師 妳既然自己種菜 所以妳自己應該吃得滿健康的吧 我算是因為受了很大的刺激 然後才決定自己種菜 因為我覺得說外面很多的 像菜啊或者說食品都 好像都有問題 那有問題以後我也覺得 我也不放心 然後也沒把握 到底買來的東西 到底是健不健康 安不安全 所以我乾脆就自己種 那沒想到一種 就種它滿山滿谷滿坑滿谷 然後就越種越多 我說到國基老師的青木瓜 你都不知道有多開心 當我燉青木瓜排骨 而且都是沒加農藥的青木瓜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好像大了兩個cup 對 有耶 我看妳的比例完全就長大了 哪有那麼誇張 不要亂講啦 國基老師種的木瓜就是不一樣 一人不能亂說 等一下被那個萬物拔起 怎麼辦 對啊 花大不死 對... 但是木瓜是真的很好吃 好吃又營養又健康 那木瓜真的非常好種 其實我們 如果妳有一點空地 有一點空間 妳就種一下 每次都長得簡直會讓妳很滿意 對 那妳自己吃的料理 都是屬於比較清淡類嗎 對 可能是因為我實在應酬實在太多了 對 妳都很難想像我的工作就是 妳不停牙齒去跟人家吃飯 真的 然後吃到 對 然後就一吃很恐怖 大家以為說 我做食尚應該會瘦的跟模特兒一樣 又高 腰又細 一點都沒有 然後每天吃吃到飯 沒有 高是沒有 高是白 身高就是這樣 妳沒辦法 對啊 然後我的腰尾跟我的業績一樣高 就越來越大 真的假的 對啊 就很恐怖 我覺得妳今天看有點白耶 真的 真的是有一點 我已經盡力了 我一直說 然後深呼吸 那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我就開始學自己調理 是 然後我的主盡量都傾向於就是 極度美味 可是就是裡面就是很簡單的 料理方式 了解 因為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是蘿蔔 國際老師喜歡吃蘿蔔嗎 白蘿蔔喔 不是紅蘿蔔 蘿蔔 講到蘿蔔 我自己也種 然後我在山上這次也種 那我們在山上做蘿蔔超級好吃的 好 我要 我要 我要買蘿蔔 其實山上做蘿蔔很特殊喔 妳都可以當生菜沙拉來吃 真的喔 蕭皮就吃 它不會辛辣 然後也不會咬口 就是很好吃 很奇怪 山上的 所以我覺得蘿蔔對我來講 它有把握 我對指揮組泡麵的人生 稍微有點 因為妳要不要先叫計程車回家 沒關係 但是因為 不會出計程車費 因為現在我們年輕人就是有個優勢 就是我們有Google 所以Google 妳以為老師沒Google 可以拯救我 老師那有Google嗎 有 為什麼 好 我等一下保證下節目呢 我那個菜頭吃不完 我有做菜過 我給妳拿一點回去做薄麵用 對 但是因為呢 我覺得今天這兩位PK 很難判斷勝負 因為我跟吳博士 都不是要投票的人 要投票的人是小朋友 那如果論到小朋友的年紀 跟口味的話 我覺得銀味又比較偏向小朋友的 年紀跟口味 你應該比較了解小朋友喜歡什麼 對 國際老師 只會把小朋友打到很時尚這樣子 很清淡的時尚這樣子 可是小朋友看到我會很有信心 因為吃了以後 會變成服裝設計師 或者變聰明 或者變瘦 是會唱歌 你們這些誇大不捨一言 通通抓去關 打110 打110 好 不過呢 我們今天特選食材 剛剛已經有提到的是白蘿蔔 要來看一則跟健康有關的新聞 其實台灣的女生 CN的比例大概只有佔5%喔 但是台灣的女生 得到肺腺癌跟肺癌 卻跟男性不相上下 到底為什麼呢 排氣管發出低吼聲 摩托車油門一催 肺氣也跟著排出來 可能是女性患肺癌的最大插手 台灣的空氣品質就是不是很好 空氣很差 所以我那口罩裡頭還要再一層衛生紙 女其實為了隔離空污 口罩內多放層衛生紙 希望多層保障 因為連國衛院最近研究都發現 過去女性罹患肺癌 20%是吸煙 30%是二手煙 但原因不明的五成 真正殺手可能就是 空污懸浮為例PM2.5 這種懸浮為例直徑小U等於2.5為米 可怕的是能侵入肺部 而來源通常是日常工業或七機車排放 經燃燒的殘留物 裡面多含重金屬有毒物質 我們台灣的摩托車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排放出來的毒氣是比自然物還要高 在能有效解決 集成數量和空污問題前 還是多戴個口罩吧 好的其實肺癌當然或是肺腺癌 當然就跟空氣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女性呢 常常譬如說煮菜啦大火快潮 或者是吸到別人的二手煙 其實也是對肺部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白蘿蔔 到底白蘿蔔是不是真的能保護我們的肺部 有一句話不是說 東吃蘿蔔 夏吃薑 然後什麼秋後蘿蔔曬貂蠶 不是 曬人參 秋後蘿蔔 秋後蘿蔔不是曬貂蠶 是曬人參 為什麼呢 中藝的角度白色就是入肺 而且就是那個尤其是蘿蔔 以我們營養學角度來講 有有叫做芥辣素 芥辣素 對 它那個抗病毒的能力很強 是 而且蘿蔔它屬於十字花科的 蘿蔔是跟花椰菜一樣 對 它是十字花科的 所以它有一些寒流的配糖體 它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解毒能力 譬如說我們吸進去一些什麼東西 或是吃下去一些 對 我們身體不要的東西 那我們肝臟的解毒 就會因為這個蘿蔔吃進去那個 寒流配糖體 然後那解毒效素活性變高 所以它是一個保護我們身體 非常好的一種蔬菜 對 在房間是不是有很多 就是譬如說蘿蔔搭別的東西 會有不同的效果 對我們肺很好 譬如說像是蘿蔔搭上什麼 梨子是不是 對 蘿蔔燉梨 白蘿蔔跟梨子搭嗎 對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潤肺 潤肺 就是白色的 對 對 就是它會有清熱 化痰 還有另外我自己會用就是 白蘿蔔我喜歡用薑 還有蔥白 蔥白 對 然後下去煮湯 對 然後其實它有很多 讓身體發熱的一些質化素 然後會排汗 然後也會抗病毒 對 這個預防感冒非常好 可是人家不是說蘿蔔 是不是有點偏涼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如果蘿蔔 大家會擔心它偏涼 剛剛吳博士有提到 那你就加一些 薑啊 或者是蔥啊 蔥 都是一些比較辛辣的東西 去中和它的比例 是 那既然吃蘿蔔 對於保養我們的肺很好的話 而且剛剛國基老師又說 他今天對於蘿蔔這個料理 是勢在必行 很有把握 我們的贏味要拿什麼來挑戰呢 我今天的我覺得也滿健康的 也滿健康的 或是蘿蔔泡麵 不是 今天沒有泡麵 今天沒有任何不應該吃現在的東西 真的喔 好 那今天一位要用什麼來應戰呢 今天要來煮的是 菇菇 菇菇大根甜熱燒 這看起來好下酒喔 就是 這上面是什麼東西啊 上面就是香菇 金針菇 秀針菇 就是你想要什麼菇都可以 這是Mixed香菇 然後就是把它切碎 那上面是糖漿嗎還是 上面是蛋液 它跟蛋混在一起 所以沒有不健康的東西 很健康耶 這樣 那既然是菇菇大根甜熱燒 國基老師想必也是有備而來 我當然 我會使用一個很清新 然後非常營養的 白蘿蔔茶碗蒸 這個我想吃 對 這好容易入口 而且重點是 你把白蘿蔔當成碗耶 對啊 好可愛喔 其實對很多像大朋友小朋友 一聽到蘿蔔可能會有點抗拒感 因為它味道有關係 然後呢 可是呢 我今天一定要克服這個障礙 就是用美感 然後用營養來說服大家 其實這很好吃 而且這好時尚 這照片看起來好像是 一個什麼就是發光的燈之類 可以擺在那邊 我比較不習慣用這種 燒焦的蘿蔔的概念 我都用這種天爪 已經開始火藥味開始了 好多火藥味 顏色分明好時尚 所以一個是 非常適合下酒的下酒料理 然後呢 國基老師端出來的是 非常適合親手女 然後小朋友營養應該 我想啦 應該也是滿足夠的 一個茶碗蒸料理 好 當然除了兩位藝人 要來PK之外 我們今天也要介紹 我們的小幫手 另外還有我們的小小評審 都是同一批人啦 我們來看看他們四個人 來介紹的是 Ryan 來Roy Rachel 還有我們的評審長 好精采 Jasmine好超有精神的 好 等一下就要麻煩你們幫忙囉 好 首先呢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銀衛 銀衛妳今天要挑選 讓妳挑兩個小幫手 好 Rachel跟Roy 好 Rachel跟Roy舉手一下 好 所以今天銀衛選擇的就是 Rachel還有Roy 要來當她的小幫手 就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 DK賽 好的 首先上場的就是 銀衛要來做這道料理 咕咕大根甜樂燒 派了兩位小幫手 是Roy跟Rachel給妳 對 到底今天呢 這道料理有什麼食材呢 這個 咕咕大根甜樂燒 有白蘿蔔一根 銹針菇四朵 香菇四朵 味噌一大匙 米酒30cc 糖20克 跟蛋黃一顆 好 那妳今天要請兩位小幫手 幫妳拿什麼呢 我要先請他們幫我拿 白蘿蔔 然後米酒跟香菇 白蘿蔔知道嗎 米酒跟香菇 對 再給儀佩姐一個紅酒 紅酒 自己想要 沒有 紅酒妳知道嗎 知道 妳知道紅酒 那米酒喔 米酒再一個紅酒喔 好 拿 去拿去拿 我可以拿 紅酒妳知道嗎 知道 妳知道紅酒 那米酒喔 米酒再一個紅酒 好 好 拿去拿去拿 我可以拿 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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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酒大大的苦瓜 紅酒大大的苦瓜 耶 好棒喔 謝謝 妳怎麼那麼小氣再給我一個 拜託啦 好 很好 一次兩個 好一次兩個 謝謝 好的 食材都有了 好 妳是左撇子 沒有我是右撇子 喔 可是小朋友在我右邊 我有點害怕 好 那個Rachel把手縮起來 對 對 保護她的手喔 然後因為我有Google 所以 我有找到那個 白蘿蔔要怎麼 妳現在 我怎麼看起來有點恐怖啊 好恐怖喔 我有找到白蘿蔔要怎麼去皮 然後就是貼在這上面先畫 可是我看妳拿到我覺得好害怕 為什麼我看起來像殺人犯嗎 這樣還好啦 好 我切一半好了 這有點大 我覺得今天目前看那個 一位在處理蘿蔔 我覺得國基老師 勝算感覺滿大的 對 我覺得他把蘿蔔這件事情 弄得很複雜 對啊 曲折迷你 你不會拿一個刨刀 就把蘿蔔皮削來削去好了嗎 對啊 很簡單 沒有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創意的剝法 你看這一塊就是 白蘿蔔會苦的地方 就是用一種很像在撕膠帶的感覺 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呢 用指甲 就是這樣 這樣去皮 真的啊 它真的有覆蓋耶 它這樣真的可以去皮耶 真的嗎 相信我 然後它這個皮就是 那個白蘿蔔會苦的地方 所以把這一層去掉 這樣子去也很好去 其實白蘿蔔皮 通常好像很多媽媽做料理 都會把它弄掉 可是我媽會把 白蘿蔔皮留下來耶 白蘿蔔皮它的營養素 其實也很高 對 像它有一些蘿蔔流素 其實在裡面比較多 對 它也是很好抗癌的 一個成分在裡面 對 我媽媽都會把那個白蘿蔔 洗得很乾淨之後 然後把白蘿蔔皮 然後削掉之後 用鹽跟糖去抓鹽 所以它就變成了一道就是 就有點像是 醃大頭菜那種感覺 它也可以切絲 好了 我現在去完了 它滿厲害的耶 它還是很乾淨 但是要去完皮 用手指刮 因為我在家沒有戴手套 所以有點難用 OK 這樣子就可以了 OK 因為菇菇大跟甜樂燒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白蘿蔔切 有一些厚度 這個有點太厚 但是大人 然後我有看到黑 大人吃還OK 對 就是讓它有一個平台 我有看到黑黑的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那個料 就是要炒菇什麼的 然後就是會把它放在這個平台上 進去烤 是一個大平台就對了 對 它是一個大平台 是一個大平台 是一個大平台 大平台真好用 對 所以一個白蘿蔔大概可以切 四五個 四到六個平台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給各位 滿滿的白平台 然後這個蘿蔔 還要就是放到那個水裡面煮熟 先放到水裡面去煮熟 對 然後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先放到冷水裡面 讓它慢慢慢慢的加熱 千萬不要先放到熱水 要不然它就是 你煮大概放五分鐘好了 你到時候吃它裡面都還是生的 所以用冷水 煮白蘿蔔的小撇步 就是你要 水是冷的時候 你就把白蘿蔔放進去 然後就從冷水開始煮 一直煮到熱 它才會熟到心裡面去 熟完之後你可以把火關掉 然後再讓它放一陣子 再燜一下 然後它就會軟軟甜甜的肉吃 好 那你菇菇的部分要怎麼處理呢 菇菇的部分呢 我準備了很多香菇 然後 這個香菇就是先切一半 所以那個 那個 羹不用除掉嗎 你不用 其實還好耶 我滿喜歡 因為其實 主要是用一堆香菇 就是讓它口感吃起來很像肉 可是因為用香菇滿健康的 對 然後像這種比較硬的地方 它就吃起來會很像肉 對 因為香菇的底頭其實很多人都會去掉 對 所以它的香菇底頭的纖維更高 對 所以它這一道除了蘿蔔纖維 再加上香菇的纖維非常好 而且香菇本身它有多糖體 它增加我們的免疫能力 所以在秋冬的季節 也吃些香菇也是很好的 免疫防感冒 是 其實小朋友對於香菇的接受度 也算滿高的吧 對 不太會有聽到有一些小朋友說 不要吃香菇 小朋友還滿喜歡吃香菇的 對 因為他們看起來像一把傘 對 好 上吐了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要再小孩錄大聲 好…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沒關係 都可以都可以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正常正常 好 沒關係 喜歡跟不喜歡都沒關係 因為待會兒 因為姐姐會把它變得很好吃喔 好不好 好 然後就是 不喜歡我 我都挑食 不行 不可以 那我給妳一把糖就好了 好不好 對 不挑食才健康 OK 不是挑食才健康 好 我好想幫小朋友開一個那個 聊天室 他們開始聊得起來 好 現在把香菇全部都切成細細小小的 對 對 這個其實可以切得很碎 對 好 妳在家做料理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慢慢的 其實 她在家沒有做料理 煮泡麵而已不是嗎 其實也是會 也是戴手套有點障礙 好… 妳是當配音員嗎 姐姐 還是妳要不要去當配音員 當阿咪老師好了 妳叫阿羅老師 阿羅老師好不好 可以好 所以因為我們這樣一餐煮下來 是不是從晚餐會變成宵夜 對… 不會… 好 大家放心 對 反正妳現在是在示範切香菇 對 但是我們剛剛有用秀珍菇香菇 或是妳家有紅喜菇 或是其他金針菇 什麼菇都可以 就是混在一起 對 就是綜合菇類其實多吃OK 對 那就加在蘿蔔上面 而且… 而且可以就是加量其實不用… 太小了吧 我吃不出來是什麼意思 量其實可以不用太少 好險 因為香菇下去 炒的時候會縮水 對 會縮水 對 想到我都看不見 我也是 好… 大概接到… 等一下… 一佩姐跟你們講喔 一佩姐跟你們講 你們等一下可以戴顯微鏡沒關係 等一下啊 因為我們的任務就是說 我們待會兒要幫忙做料理 但是有一個任務就是說 現在如果不能講話 待會兒才可以幫忙做料理 如果現在有人一直在講話的話 等一下不能做料理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Give me five嗎 行舞 算… 要不要… 要不要 好 定喔… 好不好 約定… 好 其實香菇還好有切碎 是 好 現在我們把香菇剁碎之後呢 剁碎之後呢 因為蘿蔔還在煮嘛 對 好小喔… 好小喔… 這個部分耶 好… 對… 我們就會 我就直接下鍋乾炒了 什麼都不用加 因為它本身會出水 對 然後就是用小火然後乾炒它 然後炒到它有一點焦焦的 香香的就可以了 對 好 那妳的味噌什麼時候會加呢 到時候就是炒好的香菇 然後加蛋黃 然後加米酒 加糖 加味噌 拌糖 我們剛剛已經在外面處理過 這個是炒好的香菇了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小朋友幫忙 好不好 請小朋友幫忙來拌拌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拌這個先收起來 好 可是妳剛剛先講話 所以就是Rachel先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我們等一下來唱歌好了 好不好 好 不要 妳要這個玩嗎 喜怒喜怒 我不喜歡唱歌 我不喜歡唱歌 好 等一下 我難過 還在繼續喔 妳是香菇了嗎 等一下 比賽還在繼續喔 比賽還在繼續喔 好 來 那英偉姐姐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 香菇 好 誰要幫忙 妳要幫忙嗎 那妳幫我把香菇倒進去 妳求幫我把香菇倒進去 好 好 這樣可以 好 香菇倒進去之後呢 香菇倒進去之後 然後加味噌 全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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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全部 好 來 我幫妳喔 耶 加一個大湯匙的量 OK 加一個大湯匙的味噌 接下來打一顆蛋 我現在 等一下洛宜幫忙拌好不好 好 妳會拌東西對不對 很怪 我專門 專門拌東西的 對 對 我很厲害 我會把蛋 好的 給妳蛋黃 那妳把蛋丟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對 好棒喔 很厲害 好 妳等一下可以攪 然後 加一小湯匙的湯 大概這樣子 給妳加 不是吃喔 是吃加喔 不可以吃糖喔 好 OK 然後米酒 米酒 給Rachel好了 好 好 那我剛剛叫妳幫我拿紅酒 妳們沒拿 紅酒咧 好 OK 好棒喔 好 紅酒 接下來就可以攪了 妳認真的起來 好 接下來就可以攪拌了 可以攪拌 那洛宜先攪拌好不好 好 還是Rachel先 好 妳讓我們先攪拌 好 妳好紳士喔 好棒喔 好 拌一拌... OK 所以味噌女生 男生吃都很好耶 真的嗎 尤其是女生吃些味噌 因為味噌裡面 大豆 它是大豆發酵嘛 大豆裡面本來有那個 大豆液黃酮素 它其實沒有那麼好吸收 它經過味噌整個發酵的話 在我們腸道裡面 很容易被吸收 是 所以味噌其實對男生女生都很好 都好 對 這難怪日本人 每次餐前都要喝一碗味噌湯 對 好 那把它拌一拌之後 它看起來是有點黏黏的感覺 就把它拌成糊狀 對 然後拌勻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大平台拿出來 大平台 蘿蔔大平台 大平台 好 給我 好 等一下 先讓你們姐姐先做一個 好 再拌一下 這很像 真的很像居酒屋這樣子 小小的這樣 那種 明太子啊 明太子放在上面 跟她這個用的還滿健康 對 還滿健康的 而且我本身很愛吃蛋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是很幸福的料理 沒錯 對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沾米酒 這樣聞可能酒味會比較重 對 可是它其實就是提味 好 提那個味噌的味道 對 很香 好 然後我們把它拌勻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 放在大平台上 對 就把它這樣鋪在上面 鋪在上面怎麼可以 其實很漂亮耶 鋪在上面就是放上去的 可是會留下來耶 留下來也沒關係 太多了 因為到時候它整個進去烤 所以它其實 而且因為蘿蔔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 對 對 所以味噌跟米酒 還有蛋就是會增加它的味道 所以留下來也沒關係 好的 就把它放到平台上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拿進去烤 你要用煎還是烤的 用烤的 放在烤箱裡面烤 所以如果用煎的跟烤的的話 熱量會有調嗎 所以如果用煎的跟烤的的話 熱量會有調嗎 沒有差 沒差啊 對 因為它本身不是像 雞皮那種的概念 對 所以它是沒有差的 對 因為如果說是雞皮用 直接用油去煎它會吸油 對 對 那如果說是烤的話 油會滴下來 那這個不是啦 這個就是直接去烤沒有問題 那通常有一些人 蘿蔔的話會把它做涼拌蘿蔔 像那種涼拌大頭菜的感覺 那蘿蔔生的跟熟的 影響真的不太一樣嗎 其實如果說你要抗病毒的話 生的會比較好 對 因為它那個雞的辣素 比較能夠保存 對 那如果說蘿蔔熟的話 其實對於潤腸效果比較好 了解 對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送進烤箱烤 烤多久呢 大概 如果轉差不多150度的話 可以烤大概15分鐘 好 烤15分鐘之後 我們剛剛已經在外面烤了 我們是不是來看一下成品 這個我剛剛在外面做的香菇 有一點點小 很漂亮耶 不會啊 不會啊 OK 很漂亮 而且它黃黃的那種金黃色的表面 對 就是把它烤到有一點 表面微焦就可以了 是 好的 銀蔚的咕咕大根甜樂燒 就完成囉 接下來就看國基老師登場囉 好 接下來呢 換上是國基老師登場 他今天要做的是白蘿蔔茶碗蒸 來看看有什麼食材呢 有白蘿蔔一根 蝦子三隻 蛋三顆 以及蔥少許 其實食材都很簡單 看起來很清爽耶 我覺得就是說 我不需要太複雜的料理 因為我在考驗我的那種 煮菜的那種技術 就最簡單最容易看得出來 而且我剛剛看你的食材 我想我跟吳博士應該都被收買了 對 妳看現在大家都需要健康的 是 我們這些熟女會想吃 熟女會想吃 幹嘛講這些熟女會想吃 少女 我們這些少女會吃 少女… 那其實用這樣吃 其實滿符合現代人那種 你工作很忙 或者你沒有時間料理 可是吃了又很健康 對 適不適合小朋友 很適合啊 因為蘿蔔本身它有纖維 而且秋冬的季節 它本來就會抗病 對… 而且那個蝦子裡面有腥 它會增加免疫能力 對 然後不要忘記就是說 其實你要讓免疫能力變好的話 蛋白質不可以少 所以它裡面還有蛋 對 沒錯 蝦子本身也是好的蛋白質 對 OK 好 那這個料理怎麼做呢 對 當然我們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也需要我們的小幫手 幫我們拿一點叉 我們需要蘿蔔一根 然後我們需要蛋 然後我們還是要蔥 你知道哪一個嗎 兩位小幫手幫我拿一下 趕快 蘿蔔是紅的還白的 沒講喔 要白蘿蔔 厲害… 蘿蔔他們動作很快 還有蛋 真的太厲害了 很厲害耶 我們的蘿蔔 他們兩個互相幫忙耶 蔥 還有雞蛋 一根 好 好厲害 很厲害耶 我們這個弄好了 那當然我們這個料理非常非常簡單 首先呢 我們當然就是說 有一些先簡單處理一下 我們先問一下小朋友 就是你最喜歡什麼樣的圖案 有沒有喜歡的圖案 愛心 愛心 真的是 國際老師 你是套好的對不對 我沒有啊 真的嗎 完全沒有 還沒跟小朋友拉後面 還好耶 真的 我就覺得你以後應該是 真有品味耶 超有品味 愛心 那那個 Ryann 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什麼 我喜歡二三的卡通圍物 你喜歡什麼 我喜歡三角形 三角形 我喜歡三角形 好 那我們 當然今天呢 國際老師最厲害了 我今天在做的時候 我們當然先準備好這個蘿蔔 對 準備好了以後呢 我們把所有的蘿蔔 我們先清理乾淨 好 當然我們洗乾淨以後 我們先切出我們要的部分 是 所以你沒有要選 因為剛剛就是用手摳蘿蔔嗎 不會 那個 等到煮熟了 已經隔一天了 是 太麻煩了 我們就直接 我們來爆這個 好 直接把它清理乾淨 其實薄刀非常好用 我們一樣也可以把苦味 全部都清理乾淨 其實非常方便 那其實現在人大家都很忙 所以其實我們最好是用最快速 然後最簡單做的那種方式 好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多一點收起來 那其實我們今天呢 配合小朋友 我們先把這個蘿蔔 因為我們初期的動作 就是把蘿蔔先切出來 但是我們盡量不要切太厚 因為太厚我們煮的時間會比較長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特別為這兩個小朋友定做 量身定做喔 這蘿蔔好大 超大顆的 好 我們 你要弄一個愛心喔 好 我們做愛心 我們完全為了討好小朋友 他們的胃口跟視覺效果 所以我們愛心非常簡單 我們就做一個這樣的心 然後呢 在它對面這裡切個口 其實非常簡單 然後我們再來修飾一下 簡單修飾一下 其實大家可以促進小朋友 會好奇 會想吃 很厲害吧 這樣就變成一個愛心 它馬上開手耶 對 很厲害吧 對 馬上一個愛心都出來 你看 馬上一個愛心喔 這等一下是你的喔 對 那個愛心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把心掏空 把愛心掏空一下 把心掏空喔 對 這也是愛心 好 我們掏的時候呢 要特別小心喔 你也不要弄得太生免的 等一下就露底了 對 那我們就掏這個心呢 完全就是 大概一個淺度就可以了 那整個弄起來 其實非常簡單操作啦 那當然呢 我們剛剛呢 你喜歡什麼形狀 剛剛換你 剛剛講 他說三角形啊 三角形 三角形 太簡單了 簡直是 對我來講簡直太容易了 你剛好跟他套過招人 沒有 完全沒有 這個把它挖出一個那種小小的 國際老師一看就知道我在做料理 有 而且我做得好強喔 對 我其實 如果這個食材上面 可以香一點亮片水晶 我可能也會擺一些在上面 對 因為我覺得忍不住就覺得 對 秀一些亮片上去 視覺上你也要求得非常好 我們就 來 Rian鑑定一下 有沒有三角形 Ryan 你看一下 來 看一下 三角形 對 三角形 好 當然我們這些素材 我們給鏡頭拍一下好了 這個是剛剛 國際老師弄的 愛心的形狀 對 其實滿容易的 愛心的形狀 對 這個是Jasmine的 剛剛指定的 然後這個是 Ryan剛剛指定的 三角形的形狀 對 三角形喔 好 然後要記得說 那個掏空中間不能掏得太深 以免待會兒蛋液會 Latte Latte 那在備料的同時呢 我們會把這個 蘿蔔呢 你先下去水煮一下 大概汆燙個10分鐘 10分鐘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送去 汆燙一下 好 我們送去燙一下 其實汆燙有個好處就是 你讓那個蘿蔔那種很刺口 然後很嗆的那個味道 可以消除一些 比較容易吃 尤其對小朋友 OK 比較很多吸引他們 好 我們先拿水煮 我先拿到旁邊去 好 那當然呢 我們這個時候沖呢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 我們綠色的部分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有一點點 裝飾的作用 那我們可以切細 我發現這道菜 視覺效果做起來會很棒 因為有黃色 紅色還有綠色 對 都可以摻得到 那這個色彩的搭配其實 也滿能夠促進食慾 對 那我們這個盡量就把它切細 我們先放一下 放這邊 好 好 那切細我們用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蝦子嗎 我們一定要先燙一下 對 把它燙到有一點熟了 是 那樣的程度 OK 那燙好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再配料就是我們雞蛋 對 雞蛋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來 這個碗夠嗎 可以看恐龍嗎 應該再多一個碗 好 來 恐龍更不好 媽咪會買恐龍油 好 我們把那個蛋 我們只要取蛋黃就好了 只要蛋黃 對… 那其實整個我們為了顏色的關係 因為如果你蛋白其實 對啊 因為通常 通常我們在做茶碗真是全蛋 對 但是我們今天呢 我們只用蛋黃 因為為了配那個顏色 OK 如果太多白了 會很多蘿蔔的顏色 就分不出來 了解 通常我們在做茶碗真是全蛋 對 但是我們今天呢 我們只用蛋黃 因為為了配那個顏色 OK 如果太多白了 會跟蘿蔔的顏色一樣 就分不出來 了解 對 我們是很嚴格的 是 好 配色 配色很嚴格就對了 對… 要求非常嚴格 要求配色 對… 我們這個好了以後 接下來很重要 我們可以用一點高湯 高湯再加一點水 原則上就是1比2的比例 好的 譬如說那 配合雞蛋 蛋是1 高湯是2 來 小幫手 幫我把蛋黃倒進去 好 來 倒進來 這個艱難的任務 要給蘿蔔來做嗎 好 幫我們倒一下 倒進來 好 趕快倒進來這裡面 我會攪 好 然後幫我們攪一下 但是不能攪出來 對 不能跑出來 那我看什麼 原來攪蛋也很有學問 不能攪出來… 慢慢的… 好 我能攪 很能攪 好 當然我們在攪蛋的時候 然後我們當然也開始來準備蝦米 是 準備我們剛剛已經燙熟的這個 蘿蔔 蘿蔔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燙熟了 對 愛心是妳的 愛心 好 愛心是妳的… 好 好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攪拌 太厲害了 攪拌好均勻 好 妳就把它攪勻了以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蛋 跟我們高湯攪完了 要倒進來這裡面 讓我們請 來就是妳幫我們 幫我們倒一個 妳倒妳的愛心 這愛心是她的 愛心… 太厲害了 這未來就是一個大廚師 對 對不對 也建築師 真的很厲害 好厲害 這個愛心有沒有漂亮 很漂亮 我們剛剛三角形 你戴這個好了 三角形還在針 還在針 我們先用圓的 很厲害 連小朋友都會做 妳看 也不會說讓它滿出來 其實很厲害 要多弄一個 太厲害了 OK 謝謝 謝謝Ryan 好 謝謝妳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看一下 如果妳想要讓蝦米 也融入在裡面 妳等一下吃的時候 可以融在一起的話 最好妳就是把它放進去 然後可以放 妳可以針對妳想要吃的 看妳要吃幾個 我們要加量嗎 好 好 我們可以放進去 那放進去呢 這時候呢 如果你對蟲 不喜歡吃太深 妳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放兩個蟲 讓它一起蒸熟 了解 如果說妳喜歡吃比較嗆的 妳就等煮好再去放也可以 是 然後我們趕快放一下 我們就完成了 Oh yeah 所以就放進去蒸就對了 對 我們等一下開始進去蒸 好 多久是放幾杯水 然後多久直接 對 我們其實 現代人因為妳的器材 可能不太夠 我們就直接在火鍋裡面蒸 對 那在火鍋裡面蒸的時候呢 我們就放一杯水就好 妳是說像大同電鍋那種嗎 對…妳就放一杯水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這樣蒸的話 等它跳起來 我們燜一下下 其實它就很好吃了 OK 國基老師的料理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國基老師的白蘿蔔茶碗蒸 要PK上的就是我們銀味的 咕咕大根甜樂燒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們來看一下評審時間 喔耶 試吃的評審時間終於到了 不過在小朋友試吃之前呢 我要先來問一下營養師 妳剛剛吃的這兩道料理 妳自己很難選是不是 妳怎麼看得出來 因為妳看起來就是一副 左右為難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 我很享受他們兩個 這兩道料理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都很想趕快再吃多一點 雖然妳兩道都很隱喬衣 但是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一定要這樣逼我嗎 好…那妳先想一下 我先讓小朋友試吃 那妳要幫我們先預測一下 好…妳先想一想 我…我預測 好… 不如我們就來先吃 妳那個… 明衛姐姐的好了 好不好 來…我們來先吃這個… 這個… 鼻鼻先… 鼻鼻先給… 給怡霏姐姐快點 我等一下…我先幫妳保管 我等一下還妳 好… 來囉妳的筆也是 放桌下 好…放桌下 一樣都放桌下 好…都給我… 好…OK了 那我們就先來試吃這一道了 好不好 給妳的咧 妳的去哪 在那裡 好…先這個… 好…開動 哇… 好 妳要看一下 觀察一下小朋友吃東西的表情 因為這樣其實滿熱的 通常他們如果沒吃完 或是麵肉難色 那就是那道料理 可能不是深得他們吃的 對 我看那個Ring 一口還沒吃完 他馬上把盤子甩出去了 你把他推出去 國際怎麼會這樣啊 有點高興 國際老師有點高興這樣 耶… 真的 好…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可是我只吃一口 好… 她很鎮定喔 你去看一下我們的評審長 最愛吃的評審長 Jasmine 你覺得好吃嗎 可是你表情好像不是那樣耶 點頭點得有點… 對啊 真的好吃嗎 有點焦焦氣 好吃嗎 真的好吃 真心嗎 真心 好 好 好 那個Rachel妳剛好吃了嗎 跳跳怪豬 妳還沒吃 她還沒吃耶 怎麼會這樣子 我幫妳弄 我幫妳弄一下 因為她的那個醬 跟那個蘿蔔 沒有辦法混在一起 好 這樣子 等一下 那好棒 好 這樣子都有吃到囉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國基老師的 白蘿蔔茶碗蒸了 國基老師看起來滿在意的耶 對 我們茶碗蒸 小朋友 我們都可以接受訂做的喔 妳的三條形圓的都可以 好 如果要像上面像一些亮片 也都可以耶 也都可以對不對 好…來 茶碗蒸囉 而且兩位妹妹 妳們吃我的那個茶碗蒸 還可以許願喔 許什麼願 我已經心機好重 對啊 可以變成公主啊 還可以 可以訂做Elsa的禮服 還可以戴黃罐喔 天啊 小朋友的 你看 妳看她 妳看她 Jasmine一直在笑 好 Jasmine妳覺得很好吃嗎 而且妳現在 她還一直在吃我的那個耶 真的假的 她還沒有吃真的 真的嗎 她還沒吃到那個 那趕快換口味了 好…妳換這個 她都吃完了 這個是… 她很盡責任 可以訂做Elsa禮服的 國基手服做的 對啊 可以訂做的耶 好 Rachel妳吃到嗎 我幫妳弄一個蝦蝦筷子好不好 然後還有蝦蝦一起 為什麼 Rachel妳沒吃喔 到底為什麼 Rachel妳趕快妳再試試一下 我們剛剛煮了老半天 還是妳一定要我三角形要端出來 我等一下再來服飾她 好 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蘿蔔 感覺有一點點硬耶 一點點 我們是講究口感 所以清脆啊 然後不會太腐爛這樣子 要蘿蔔跟蛋一起 對 一起 然後還有蝦 還有蝦子 其實蝦子非常營養 先吃一口蘿蔔 好吃喔 真的喔 那妳多吃一點 帶一口 好 那蝦蝦好不好 蝦蝦好好吃 我發現一佩很會餵小孩喔 小小的蝦蝦對不對 好 好媽媽 好 OK 都有囉 那個若瑩妳還好嗎 男子安自己搞定好不好 可以嗎 男子安 蝦好吃喔 男子安 真的 這位男子安 OK喔 好 好 他還沒吃耶 Ryan還沒吃 Ryan還沒吃喔 趕快 穿一點蝦喔 蛋喔 超好吃的蛋蛋 拜託啦 那妳清聞一下 妳吃一口快點 拜託 拜託啦 拜託啦好不好 阿哥不要… 那個Ryan 妳看伊佩姐姐 快點 快點 不要哥不要 他不喜歡 他不吃蝦的喔 那妳不要吃蝦 妳吃蛋蛋就好 吃蛋好不好 我們打勾勾 我不會讓妳吃吃到蝦子 好 不要吃蝦 不然我是小狗 好不好 這個 有蔥喔 這個嗎 你要白蘿蝦 好 蔥 好 這個就好 這個就好好不好 好 他不喜歡吃蝦子耶 完了完了完了 這一票完蛋了 這個就好 要蛋蛋一口好不好 蛋蛋 不用蝦子喔 沒有蝦耶 沒關係沒關係 他覺得蛋裡面有蝦的味道 之類的 好漂亮喔 好囉 四位小朋友都 Jasmine還好嗎 妳還在吃耶 好 真的 但是接下來 他們要投票之前要問一下 營養師 妳想好了嗎 我博士 我覺得啦 我覺得他們 我預測他們應該會選國際老師的 真的嗎 對 因為視覺效果的關係 而且他剛剛一直在說什麼 什麼亮片 學院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 而且蒸蛋滿軟的 對不對 對 小朋友會吃 沒有沒有 我那也很好吃 感謝妳幫我 其實妳也很好吃 那個投票也真的 因為那一道 你吃起來真的 你在旁邊配一個清酒真的很讚 是大人的頭感 是大人的味道 好 那馬上我們就要進入投票時間 Ryan妳先幫我投好不好 妳決定了嗎 好 決定了 妳應該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吧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的是什麼 我沒做的 妳們做的 她說我沒做的 妳們做的 妳們 妳沒做的還是妳做的 她做的耶 她說她沒做的 我們做那個 妳們做的是左邊那個人淡淡的 好啦 妳去投票 好啦 好 投 去投票 妳們做的是左邊那個人淡淡的 好啦 妳去投票 好啦 好 投 去投票 她就不喜歡 她就不喜歡 我投到一票了 她不喜歡蝦子啦 她不喜歡蝦子 對啦 蝦子是致命商啦 因為如果是有她不喜歡的東西 她就沒辦法 對 好 若瑞妳想想來 來 剛好妳來一次投票 妳剛剛跟姊姊一起投 喔 耶 天啊 因為姊姊得到了兩票咧 那兩個小女生不知道會投誰 Rachel先來 Rachel是剛剛兩道都有吃到 而且她感覺 妳要不要當公主 還可以當王國嗎 欸 欸 欸 妳要不要當公主 妳跟姊姊一起做 妳看她有辦那個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左邊的是淡淡 左邊是有淡的那個 淡淡的那個 然後右邊的是上面有香菇的 吃起來鹹鹹的那個 好不好 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嗎 好 開始 出發 有票 出了一票 老主獲勝 可惡 完了 我覺得這位已經完全被收買 她被Elsa的衣服收買 來 妳想好了嗎 評審張 想好了 妳不能被衣服收買喔 不可以 被收買 妳知道什麼叫賄賂收買嗎 好 想好了嗎 OK 好 投票 耶 果然是被收買了 果然是被收買了 她是頭腦清楚 很明智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投票的結果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男人果然比較喜歡這種口味 對 對不對 對 平手 平手 可是 我私下真的要跟這兩個男生 教育一下 因為男生就是要吃蝦 對 以後長大很有幫助 對 因為他們現在年紀還少 對 他不曉得 不知道 不知道新的重要 對不對 真的是 快樂是要來自己蝦子 對 但是呢 我是覺得今天這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但是國基老師獲勝呢 除了料理好吃之外 當然滿足每個女生的夢想 大家都想要Elsa的禮服 但是今天很開心 今天雖然是國基老師跟一位PK 但是兩道料理不同口味 平手 對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也謝謝我們的營養食物博士 就是魚肉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